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四個訴求口號 道歉賠償 必歸原主 警察 徹查閉案 立即休馬 道歉賠償 必歸原主 徹查閉案 徹查閉案 立即休馬 道歉賠償 必歸原主 道歉的部分 剛剛提到就是 希望由政府 或是由相當成績的人 道歉的部分 這部分我們特別 會跟行政院來轉達 那我知道各位訴求 是希望行政院 或是副總統來道歉 那這部分我們會把各位的意見 轉達給行政院 跟總統府 第二個 物歸原主的部分 就是地歸原主的部分 也就是土地 多了希望能夠照 原來的區塊徵收前的相關的土地 能夠回歸到原來的土地 這個牽涉到 非常多的基督教的問題 那這部分 我們會把意見 來轉給苗栗先生 我們跟我們的地政協 來協助 來做一些協調 這個是第二個 就是地歸原主的部分 那第三個就是 有關於修法的部分 這個涉及到土徵條例 土地徵收條例 在去年 我們在一月份的時候 曾經修法公布 那當然修法之後 對有很多 我們民眾 跟相關團體的訴求 都已經做了回應 都已經做了修改 治長 治長 治長並沒有回應 最關鍵的工藝跟必要性的問題 並沒有在上次的修法 回應 真側還是非常的腐爛 各種不必要 沒有必要 沒有公藝性的 這時候 破土地徵條例 還是人能在盡情 特別是 治長您說真的台中市 您在院內其實 主導非常多類似的案 我們很多人都知道 修法之後 土地徵修条例在台湾社会 有没有真正成为最迫不得已的手段 您觉得有吗 没有 好了各位谢谢廖教授 那刚刚提到就是说 土徵条例里面 如果还有各位认为说 现在的土徵条例修法之后 还是有不符合期待 或者是可以修得更好的顾问 那我们会听听各位的意见 看土徵条例怎么样来做修法 能够让土地徵修的过程里面 能够更加的平衡 或者是说它的过程 它的程序里面可以做得更好 那我接着说 市长听 是否承诺内政部在下个会期 要提出前日院版的草案 跟内政部版的新的土徵条例的草案 您是否可以现代承诺 下个会期内政部就启动这个修法程序 那各位的意见 我因为是说 土徵条例里面有很多的物要修 但是修它的技术上 你愿不愿意承诺 下个会期内政部就启动这个修法程序 某种的修法的内容 修法的承诺 还有修法的家务 愿不愿意 我们还要再交回华会会相关单位 来做援党 愿不愿意 所以这个是看这都是你有什么反应 完全没有人生 上一次的修法 民间版早就提出来了 对 对 对 我要问市长他到底知不知道 到底知不知道 他到底知不知道有民间版 他到底知不知道 内政部在当时曾经委托 营业教授 研究出现一个内政部版 你知道吗 他不知道啦 他在睡觉 我们知道 我们都知道 各种版本在立委员修法的过程 都经过充分的讨论 那当然各位对于心理在 你先打住 充分讨论 你知道状况是怎么样吗 我告诉你 前年年底 送进立法院 在立法院里头完全没有动静 然后在为期结束之前 进步恶毒 结束前一个月 进步恶毒 然后在为期结束前两天 快速的通过 你知道吗 他不知道啦 睡觉了啦 当时民间版提出来的时候 当时的行政院院长 吴敦毅先生 还说只要行政院的版本提出来 就能弥劫打华山论件 有华山论件喔 没有 哪来的重困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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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委婚姻 他在委员是说 相关的过程里面 征收 或者是配替里面有一些 逼案 那这些我们 如果有相关的资料 那我们可以交给相关解交单位来查办 但是我们内政部的政风处 我们也就主动去调查了解 就是说 他在相关的土增的土地征收 期段征收的过程里面 包括土地的征收过程 包括遍地的过程 包括保留的过程 有没有任何的弊案的出现 那我们会交给我们政风处啊 来做调查了解 如果你们有相关的资料 不愿意拥有呢 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承诺 在下位置推动这个修法 开始这个修法的话 那我们要很遗憾 我们决定 你应该没有办法代表 林文部长来这边回应你的诉求 我们可能要很遗憾 大家请您先请回合 我们希望林文部长来回应我们的诉求 刘宁老师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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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莫修法 成莫修法 大家我们的诉求 其实你都没有回应 你都告诉我们你转成 如果你都要转成 那今天你真的不需要做 我可以请大家 我可以请大家 BOOTOWN SHARE! BOOTOWN SHARE!